高雄持續在暴風圈內 現在可以看到除了是有強風之外 也出現了有淹水的一個情形 這邊是在這個新華街跟七弦三路 你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水 往下看都是屬於這個黃水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淹的這個範圍 是越來越大 三坨登陸之後大雨下不停 古三區九如四路也淹水了 民眾淋著雨 拿著燒把清水溝防止災情過大 這就是淹水溝 這就是淹水溝 鄰近的古三路也是災情嚴重 雖淹半個輪胎升 路面出現黃泥水 穿著漁衣的富人大雨中 跑進棋樓求救 這樣能停下來 等一下 等一下 風雨大到有騎士們 直接躲進棋樓不敢往前了 車子穿掉 要牽著就好 不要急 不要急 這個雨就真的太大 比較陰水 有好幾部機車就停在棋樓下 但就怕淹進棋樓 民眾不敢掉以輕心 很擔心啊 恐怖 太恐怖 對啊 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強烈的開工 鏡頭轉到名層四路 美術館整個淹水 民眾從製膏點拍下來 整個附近泡在水裡 連馬卡道路也一樣淹水了 而在中華路跟青海路 淹水造成路過汽車拋錨 駕駛無奈只能下來用推的 一旁看到有公務人員清水溝 之後積水就逐漸消退 而上次出現人牆擋閘門的 高雄左營區桃子原路 道路也淹水了 至高畫面一看 部分汽機車泡在水裡 有了上次經驗 住戶早早做好防台準備 都立即啟動了這個防災的應變 所以就立即把這個打水閘門 打水閘門裝起來 所以目前是不會有 沒有影響到地下市 一樣也在左營區 增子路也淹水了 住戶全到大廳房台 車道也堆滿沙包應急 淹水災情不斷 高雄鳳仁路路面積水 市區中正民族路口 也出現積水狀況 鏡頭往南走 中華五路沿路路樹倒塌 還有耗置整個被狂風吹倒 汽車走到一半 沒路走 靠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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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過了 散拓風大雨大 中華五路淹水 狂風甚至造成小北百貨的招牌 被催倒呈現得逃災 散拓登陸之後 狂風暴雨 多處淹水 高雄 臨新 災情不斷 東森新聞 崔文沛 吳國珍 林誠陽在高雄的採訪報導